好,我們看第一把你怎麼算 我順便把那個他的整個 寫題目的時候,如果Y1考試 你真的沒有做過這種題目 你只想把這個題目把它 別講出來怎麼算 但是我先講一下這種題目 如果Y1真的考出來 你沒算過的話 你可能先跳過去 因為他是有一點難度的 第一件事情,他提目說 A1可以怎樣 16的A2次方加4分之16的A2次方 然後問這個 後面這個函數是多少 在晚沒寫之前 如果真的不會算 我一定是你幹嘛知道嗎 我先寫什麼東西 我先寫這個 A121分之1,看它是多少 好,你覺得它是多少 它是等於 16的 21分之1次方加4分之16的 21分之1次方加4分之16的 21分之2次方加4分之16的21分之2次方 那請問你這兩個有關聯繫嗎 沒有 它沒什麼關聯繫可以做 對不對 沒錯吧 如果它有關聯繫讓它恭喜你 因為你只要把那個什麼 它的規律性找出來 然後肯定又是什麼 越來越來越去 然後什麼頭跟尾的問題 對不對 那這個題目呢 沒辦法 所以怎麼辦 所以我可以說這個題目比較難 原因是因為你要把那個 A121分之2次方加4分之16的21分之2次方 好,你會看到什麼東西知道嗎 來看一下 你覺得A121分之1乘上 A121分之20會是多少 我的意思是 這個兩個相乘會到什麼結果 這個式子 跟這個式子相乘 來 乘看看好不好 分子跟分子乘的話很簡單 分子分子乘就是1 對吧 因為A121分之1乘上 16的那個21分之24 相乘不到相加 剛好不是變成21分之21 所以分子一搞定就是1 先看分母的部分 這個乘上它不變什麼東西 要不要 我們乘一下 它乘上它 就是1 沒問題 接下來 它乘上它呢 就變成了 16的21分之1乘上4 對不對 加上 它再去乘上它 就變成了 16分之21分之20 乘上 再加1 1 2 乘上4 再加16 沒錯嗎 可以啦 好 這邊 上面 這個 那個 上面是 16 對 對不起 因為它是一次方 16的一次方 對不起 好 下面這個應該也是16 不好意思 好 接下來 給多少呢 這邊的話 看一下 沒有問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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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 16 16 16 好 這邊怎麼辦 這邊這個 這個 有點不少 有四 都有四的四方 在裡面 所以 上面的十六線不要動 下面的變成了 四的二四方 四的二四方 對不對 然後加上這個 會得四的幾四方 你知道嗎 呃 這邊就變成了 四的二四方乘上去 就變成了 四的二十一分之 多少 二 這樣它 一 所以就變成 呃 二十 三四方 然後這邊呢 也是一樣 變成了 四的 二十一分之 多少 哇 這樣會變得很複雜 呃 我們看一下喔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你用快點的方式 它乘上 啊 如果用二會比較好一點嗎 二 通通變成二可不可以 我們看一下通通變成二的話 呃 呃 好像不行 沒辦法 所以相成沒辦法做 好吧 那怎麼辦 不好意思喔 相成不行做對不對 因為看起來這邊 我只是卡住而已啊 因為這邊你看這裡 這裡如果把它化解的話 這裡一樣變成了幾次方 呃 就變成了 四十 然後四加二十一 變成六十一次方 然後加上十六 我剛好坐這邊 其實我就停下來 我就不再繼續往下做了 為什麼 因為這邊 你根本不能無法化解嘛 所以相成也是沒有 有結果的 所以這樣用什麼方法 用下一個方法 來 如果你用的是 Apple 二十一分之一 加上 Apple 二十一分之二十四方 那會點多少 相成不行嗎 我們用相加試看看 這兩個相加 好 相加結果呢 會等於多少 相加的話 呃 呃 就會等於 多少呢 相加的話 就要通分母 對不對 我去不要通分母 所以就變成多少 變成了 十六的這個網 這個造型 因為通分母的話 就像在這兩個相成嗎 所以這個剛才 誒剛才用不到的 剛好寫一個派三用場 就變成多少 就變成這個 呃 寫生就好了 就變成了十六加上十六的 二十一分之一 乘以四 加上十六 二十一分之二十 乘以四 再加十六分之 好 好 男性才上面的分子的部分 分子的話 因為通分母的關係 所以十六還要乘上這個 這個要乘上 乘上它 對不對 因為通分母嗎 你知道什麼 我會講什麼嗎 我舉個例子好 我舉例 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 答案是六分之五 我怎麼算 六怎麼來的 就是二乘以三 然後呢 這個五怎麼來 就是拿三乘上它 二乘上它 相加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一樣的狀況 我就拿這個乘上它 這個分子才用這個分母 這個分母呢 才用這個分子 就可以了 好 所以它乘上它 要講什麼結果 就變成了 十六乘上 二十一分之 剛好相乘代表相加吧 所以變多少 二十一分之二十一 剛好就變多少 變成了十六 不用紅筆寫好了 十六 它乘上它呢 就變成了四倍的 十六的二十一分之一次方 好 接下來 它 再乘上它 也是一樣 它乘上這個分母之後呢 一樣 這是二十一分之一次方 這是二十一分之一次方 相乘高 變成了相加 所以一樣變成了 十六 然後呢 加上了 它乘上它呢 就變成了 四倍的十六的二十一分之二十次方 你知道我看到什麼東西嗎 這個分子啊 跟這個分母啊 其實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看這裡 十六對十六 這個十六對這個十六 然後呢 這裡 四乘上十六的二十一分之二十四方 跟它是一樣的 這個跟它一樣的 所以剛好看多少 一 好 那我知道什麼結論了 我就發現到說 第一個數字 第一個含數的詞 跟最後的含數的詞 相加一個吧 它會是一 聽懂嗎 所以我找到它 它的規律性呢 它的規律性是什麼東西呢 規律性 就是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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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分之十九 也會等一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剛好就是 頭尾相加等於一 頭尾相加等於一 那看技術就可以了 用一到二十嘛 總共有二十個數字 然後兩個兩個一組 雖然共有十組 雖然就一乘一次 答案就是十 這樣子 聽懂嗎 這個比較難想到說 這個考試好像這樣寫出來 我覺得 你事先沒有做過練習的話 怎麼想要這麼算 我剛才還是可以看出來說 成了可以 成了不行 所以我用加的 那萬一 加的也不行 你可能要想要緊的啦 實的啦 甚至於可能要三個三個一組 所以這題目你要把它記下來 它要解法